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要是有什么不穿的衣服可以给我 秋月可以收购也可以祭寿 收购什么呀 我们家穿不着的衣服给你就是了 你呀只知道享福 从小就大手大脚惯了 哪里知道挣钱的艰难 你呀好好享福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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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啊 要收购再说吧 秋月 就收下吧 这是我妈的一点心意 好 谢谢太太 谢谢小姐 这不好吃啊 秋月 我到学校动员我们同学 将他们把旧衣服捐献给你 你的生意一定会活起来 那可不行 我还是要安置论价收购得好 我的那些同学 又不在乎那点钱 他们也不会在乎那几件旧衣服的 要想让你的同学做我的回头课啊 必须靠收购 秋月 没想到你这生意经是一套一套的 秋月 你最近见过子剑吗 没有 李先生帮我那么大的忙 没有把钱凑够之前 我不好意思见他 原来你还不知道呢 怎么了 子剑为了给你那三百大羊 答应他父亲去东亚上班了 也算子成副业了 那子剑真的放弃了报社的工作吗 当然了 百货公司账班比报社安全多了 我得走了 我们回头见 来来来 都过来 大哥 人都叫来了 叫大哥 大哥好 别别别 别这样 那个今天叫大家伙过来啊 主要是想让你们帮我个忙 大哥 看你说的 能给大哥做事是我们兄弟的福气 你言语一声 兄弟们上刀山下火海 头都不回 是 是 没那么严重啊 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 也不会让哥几个去的 其实这事情很简单 我是想你们在上海都有亲戚 想让你们给我的旧衣铺 多找些货源 大哥 就这么一点事啊 就这么点事 行行 不过你们放心啊 就包在我们身上 不会让你们白忙活 你们把衣服拿来 我们呢按质量来论价 然后给你们抽头 大哥抽什么头啊 不就是旧衣服吗 包在我们身上 对不对 是啊是啊 是啊 对 那麻烦你们了啊 过来 多谢啊 大哥先走了 走了大哥 你找我事 你准备怎么给你大哥 找旧衣服啊 回家去找呗 你真是不知道笨字怎么写啊 就你们这几个穷哥们 谁家有舍得卖的旧衣服呀 就是穿不成了 也都做成铺头了 对呀 也是 是吧 哎 我教你个办法 这大太阳的 肯定有不少人家 衣服晾在外面 哎 偷啊 喊什么喊 这是帮你大哥做事 对吧 何老婆 哎呦 哎呦 哎呀 秋月 秋月 来来来来 谢谢 来看看来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 老婆 秋月姐 这么多 拿屋里去吧 啊 我跟你说啊 这才是一部分 怎么样 还行吗 真有你的墙子 来来来来进屋进屋 来 我跟你说秋月啊 这一件一件的 你得记清楚了 万一少了一件两件的 我这当老大的 没法跟我下面的兄弟交代啊 多亏了何老婆 要不是何老婆出的主意啊 哪有这么多衣服 是吧 那是 我就这么跟你说啊 如 那个 如果咱这店火了 最大的头宫 当然是咱们何老婆呀 是不是 怎么能那么说呀 那天啊 我就是随便那么一说 还是你在外头朋友多 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衣服啊 哪 头宫是你的 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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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给你 这衣服得签单 不用姐 就吃点衣服 拿去就行了 一十一二十二 虽然是你们大哥的事 但也不能亏了你们 这一件 不是 关键我不识字啊姐 不识字也得拿着 阿仲 你就不怕我不认账了呀 不认账更好 就当我孝敬我大哥了 就凭吧你 那我先走了 大姐 您慢走啊 你看这一件 这件 不是 她怎么了 不知道啊 没事 你帮我买块椅子好吗 我现在抽不开身 行 那我走了啊 这就是我们家被偷的衣服 走开 走开走开 怎么了这是 长官 长官 怎么了 你是摊主吗 对 就是她她就是我主 你看这都是我们家的衣服 前两天晚上晒到竹竿上的 天亮就不见了 上面还缝针珠子呢 这怎么回事啊 长官 这衣服 确实是人家拿来卖的 胡说 敢撒谎 把你们撞到橘子里去 强子哥 强子哥 多捆起的 强子哥 喊什么喊什么这儿呢 强子哥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青尔姐那儿出事了 记好了吗 警察来查铺子了 走上那边去 好嘞 大家来看看 有这么做生意的吧 这不是替贼效赃吗 小子总 把他给我带走 少管长官 真的不关他的事情 是别人拿来卖的 是别人拿来卖的 话不能听你说了就算 你把他记收的贼说出来 我马上放了他 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啊 你要说出来 赶快离开 长官 就把他抓回橘子 哥 出了事我后来让你定着吧 我叫你总听听见了没有 哥 滚 哥 哥 我说不出记收的贼 不是 不是 就把他给我带走 走 让开 何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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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衣服是我拿来的 有什么事情找我把他们放了吧 啊 行啊 贼头出来了 看你小子还挺讲义气的 把他给我扛走 是 没事 这就算了吧 啊 咱都是 咱都是到时候混的 您总得让我在弟兄们面前有点面子 何老伯 怎么样 没事吧 你看 我来了就不会跑 再说了 就算我跑了这摊子也跑不了 谅你小子也没这个胆 带走 走 快走 走 强子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怎么竟往死路上走呢 阿忠啊 这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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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忠啊 你就放心吧 救还是要救的 不然我这个做老大的 对兄弟岂不是无情无义啊 先让他在牢里呆呆 吃吃劳饭也好 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胡言 谢谢你 胡言 谢谢你 我这样做是不是挺好的 是吧 胡言 胡言 唯仁 胡言 五言 五言 年 obten 该怎么办呢 要不然 我去找春花 让他求沈先生 把墙子保出来 不要 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也好 你小子记住了 这回可是胡爷救了你 你小子怎么了你 被屁爷爷了 一句话也不说呀你 麻烦你回去告诉胡爷 胡爷爷 我强的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混蛋 臭小子 何老伯 我回来了 何老伯 你回去回来嘛 你还带那么多人干什么 心里有本事 秋月 我 我把衣服都叠好了 你让他们给施主送过去吧 阿仲 哥 听你秋月姐的 把衣服拿去 警察都不管了 行了 那还是别送了吧 快去坐吧 走 强子 晚上回来吃饭 学生举行抵制日货的示威游行 和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 死伤数十人 今天你发什么财了 从回来到现在是一脸的喜色 发财 这比发财还高兴呢 是吗 这得感谢你那个宝贝儿子 他不是把日货都撤下柜台了吗 没想到今天学生举行大游行 到各商场焚毁日货 你猜 怎么着 他们去了 什么也没找到 对吧 东亚不卖日货 他们根本就没来 前两天你还为这事老骂子贱呢 此一时彼此啊 爸 妈 子贱啊 这段时间在东亚干得真是不错 我看他是很有商业才能的 把东亚交给他 我放心 我准备啊 让他接替任经理啊 爸 我哥做得好我也可以啊 那个食物奖励的方案 是我哥跟我一块想出来的呢 怪不得最近哪 你学乖了啊 古怪精灵的事都不做了 是和你哥去学生意经了啊 紫月啊 做商业才有意思呢 和你以前做的那些相比 那都是小儿戏 做商业是真正的刺激 真金白银 几十万进 几十万出啊 爸 妈 好 子贱啊 子贱 来 坐下 我正好有事情要找您 正好 我也有事要和您商量 公司的事 算是吧 你说 之前您预付给我了三个月的薪水 而到今天为止 我在东亚的工作也已经整整满了三个月了 这期间您对我的工作还满意吗 满意 非常的满意 那就是说 我已经还清了公司的三个月的薪水 所以说 从明天开始 我不想回东亚上班了 这 这 你说什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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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老婆 现在可好了 秋叶 来 这么多 好 谢谢 子贱 别拿来了 李先生 你帮我们给这个店取个名字吧 这可不行 这个店你是老板 名字还是你来取 说好的嘛 如果没有你就没有这家店 那要不就叫小小旧医店 小小旧医店 我是这么想的 秋月的今天啊 是从屋到有 从一点一滴的小生意做起来的 尽管今天有了这么一个店面 也还是刚刚起步 是一个小小的生意 不过我想 所有的大事情 都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情做起来的 我知道 叫小小旧医店 行不行 好 好 好了没有 您再低一点 行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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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祝你身体信我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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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珠 进来看看吧啊 赫老婆我来 子贱 你不是说还有个采访吗 我还真差点忘了 你们先忙我赶紧去了 快去吧快去吧 我送送你吧 傻不傻呀你啊 人家开着汽车呢 你送什么送啊 行行行 赶紧忙去吧 去吧 来来来来 进来看看啊 来来来 这是你开旧医店抓的钱啊 你先拿着 我不需要 李先生 你听我说秋月 凭我以往的经验 你把这个钱开一个店铺 对你更好 收起来的 来 赫老婆 别麻糊了 我来吧 来来来 胡老板 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 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 我们之间的约定 岂敢岂敢 你们日本人多威风啊 我一个上海滩的小老大 怎么看放弃和你们的约定 只是胡某最近琐事缠身 真的是有些怠慢林木先生 胡老板所说的琐事 是指的贩卖人口和偷运鸦片吧 我觉得胡老板做这些事情 好像不太光彩啊 林木先生倒是消息灵通啊 怎么 现在不止于和我胡某在一起了 是不是 你不要误会 我们是朋友 所以我才会提醒你 胡老板现在在上海 是声名显赫 本事通天的人 就连国民政府的亲日官员 也多次向我保健过你 我更是十分的敬佩你 说句心里话 现在在上海 你是我的重要合作伙伴 重要合作伙伴 这个词倒听起来蛮新鲜的嘛 所以你的一举一动 都关系到大日本帝国的荣耀 我 我胡某做什么事 和你们日本人有什么相干啊 胡老板 以后 我希望你不要在我 说话的时候打断我 好吗 对不起 您请讲 进来 凌木先生 请慢用 来来来 吃点水果吧 凌木先生 凌木先生 吃点水果 哦 太太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你放心 我会按时把房租付给你的 你真的不用担心 我是担心你的生意 这么冷清 你得想想办法啊 嗯 谢谢啊 你慢走 笑什么呀 不好看啊 来 我把目镜拿上 来看看 你别笑啊 行不行啊这是 嗯 嗯 你穿上这身衣服以后 嗯 很好 是吧 和我还挺配的啊 是挺好的嘛 你看 人模狗样的 我跟你说啊 穿这种衣服的人 那都是有身份的 像我一般都是出去谈事 才穿这个 跟你谈件事情 正事啊 废话 我不说正事 我穿这事干吗呀 嗯 那个 我觉得 咱们在上海也算是立了足了啊 店也开了 我呢 也当上了小工头了 咱俩是不是该谈谈咱俩的事了 咱俩什么事 你 你 你这是 在乡下不是定好的吗 先 先结婚 不 不 不同房 那是因为姜胡子 只是在演戏 那又怎么了 这不一样吗 我跟你说 我认真的啊 我跟你说不清 我跟你说啊 这个旧衣店虽然办起来了 但是不当家不值柴米贵 我算了一下 这个月除去所有的费用 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挣 真的假的 当然了 旧衣服收不上来 收上来又不好卖 再这样下去 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那要不 让阿忠 找几个人再收点 这 这 这 他们不会再偷了 谁知道啊 谁能保证他们不再偷东西啊 怎么可能呢 你说刚开张的时候 不是热闹闹闹的吗 是挺热闹的 也收了一些旧衣服 可是你别忘了 这些衣服都是菲儿小姐 颜太太 李先生的朋友送来的 我们不能总管人家要吧 再说了 买旧衣服的都是些穷人 穷人有了衣服 会很快再回来吗 那你怨谁啊 那当初你租这个店 谁的主意 我的主意啊 那不就完了吗 还不是你愿意吗 你说说 咱们最开始的时候 那是小本买卖 有了就卖 没了拉倒 好 你现在呢 你别在那儿比划 比划我也说 你现在衣服衣服收不上来 现在房租都是个问题 我走了 林牧先生 您能不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您到底要我怎么样 要建立大东亚共荣 就必须消灭那些 反对大日本帝国的 凌亿 凌云 我欧阳 要把我记得 那写 你 我 我 一 来 随便挑 看看 看看 这个好看 这个还不错啊 就是 买回去拆了当布头啊 杨布太贵了 就是 再挑吧 再挑别的 是啊 这年头啊 好 东西贵得不可厉害啊 这个 这件还行 那我也要两件做布头 这件我要了啊 多少钱呀 八毛 给 谢谢 来 八毛 谢谢啊 走了啊 再见 胡老板是个很明白的人 所以 我再提醒一下 你以后的一举一动 关系到你的政治前途 我已经向我的尚风 正式地薄剑了你 等大日本帝国对上海实行全面控制之后 你就是上海的 鸡察大队大队长 第一盖 任何人 杨布太君这么抬决啊 您放心 我保证把事给您办得光鲜体面 那就拜托胡老板了 好好好 林木先生请用水果 好 对了 胡老板 我上次来贵府的时候 你给我泡的那个 明前茶 对对对 好茶 那个味道让我现在都记忆犹新 我今天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想不到林木太君是如此雅致的人 我这里还存了些新茶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可以全部奉送给您 林木太君 奉送什么 当然是明前新茶了 难道林木太君还想要别的什么 我说的就是明前新茶 这个 这个 松水果的玛丽 那个姑娘长得很有味道啊 原来林沐先生是 醉翁之意不在茶呀 何老伯 我求你件事 帮忙劝劝秋月吧 劝他什么 你说那旧衣铺的生意也不好做 倒不如把店关了 跟你在这笔摊干算了 他现在是骑虎难下 你说他要是不做吧 这个月的房租 还有押金就全都白费了 他要是做 还真是挣不到钱 他这一门心思 都要挣三百个大洋呢 你看我跟他说了那三百大洋 跟他没关系 这生意再这么做下去 窟窿会越来越大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何老伯 你说我说得对不对啊 你这分析是对的 这 你去跟他说 你去跟他说 不是 何老伯 你不帮我劝他呀 那我刚才不白说了吗 不是 不是我不愿意跟你去 我总觉得 秋月的心里 有他自己的主意 你说什么 你还要扩大经营啊 对啊 你 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有好多人说 他们买不起洋布 咱们乡下的土布 不是挺便宜的吗 如果能进些货 一定会有很好的销路 这 我想好了 这些钱啊 先不交房租 想办法多进些货吧 我这是跟你们俩商量呢 不是 你 你可听准了 这 这 咱那土布 真能卖钱哪 我天天在店里 问的人多了 不会听错的 何老伯 我听你的 听他的 那 就这么定了 我去找胡文林告个假 回到家里吧 来 来 箱子 这个运这么多土布到上海 他能赚到钱吗 求远说能卖 再说了 上海也不全都是有钱人 来 来 过来 过来 来 过来 来 过来 春花真的生了个死胎 真的 你要是不信的话 这次跟我去上海 你自己问他 不是 这个 女人生不了孩子 让人家看不起 咱们家抬不起头了呀 那也是她自找的 来 来 江子有消息了吗 嗯 还没回来 吃饭吧 这有什么意思 这也没回来 那边 过来 一边 也没回来 这有些人 这也没回来 这么多人 一花生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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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当心 你听我跟你说 回来了 孩子好不好 太好了 你一定喜欢 喜欢 只要是沈家的后代呀 我都喜欢 春华的病好些了吗 他能有什么病啊 不就生了个孩子吗 还懒着不起床了呢 他呀 是被那个死胎给吓了 受了惊吓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再想跟他世道一起去 自从他生产以后 我哪跟他一起待过呀 老爷太太 秋月一定要见二太太 说有急事 先生太太 我找春花真的有急事 上去吧 上去吧 你也不问问他有什么事 烦不烦哪 竟是些没明堂的事 还是得早点打发他走 春花儿 春月姐 春月姐 强子 强让土匪给抓走了 老爷慢走 嗯 你还真打算帮他呀 来来来 这个戏啊就演到底吧 再说啊 他刚生完孩子 万一着急有个三长两短 那我们不是一直得照顾他吗 你敢 喝点水吧 春花儿 真是的 都是我不好 如果不是因为我 强子也不会回去 被江湖子给抓住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春花儿 我们都要沉住气 我爹已经回去了 跟你爹一起想办法 救强子呢 再加上沈先生帮忙 我哥他应该有得救的 沈先生他人蛮好 秋月姐 你说是吧 嗯 我还想为他 再生一个孩子 春花儿 眼下你还得盯住他 先把强子 搁的事办了吧 好吗 嗯 哎呀 饭总是要吃的嘛 先生找人打听情况 已经两天了 算算也该回来了 沈先生 不会有事吧 他一个大男人家 能有什么事啊 吃饭吧